边境牧羊犬多少钱一只 那边境牧羊犬呢是公认的 比如说聪明度比较高的 像这个服装性啊 或者是这个训导性啊 还有一个就是智商啊 都比其他同流的要高很多 那它一直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 喜欢的一个品种 它的价格呢相对来讲呢 比较稳定 就是贵的呢 像一些有血统的 或者是有证书的呢 是价格比较贵 像那些没有血统证书的价格呢 比较适中 大概的一个边境牧羊犬的价格呢 现在呢是比如说像2000左右 2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那可能高的呢 可能有大几千 甚至上万 甚至更贵的都有 这个是综合因素决定的 像市场价格 品项 还有来源 还有就是血统证书啊 或者是这个 一些附加的一些价值在里面 那综合以上因素 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判断 边木的这个价格 如果太便宜的话 一般是很难买到相对质量有保证 然后品项长得比较好的这种边木的这个品种 两个人你们平均的数据 malware 如果你